2019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4月26日展开各单项四分之一的决赛争夺 中国与谭新锐陆光祖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 被现世界排名第一的陶田贤斗连班两局 最终1比2遭遇逆转 无缘晋级四强 今年22岁的陆光祖目前世界排名第19位 在2018赛季展露头角 此役 陆光祖的对手是上届亚锦赛男单冠军 被称为天才型球员的陶田贤斗 2016年 陶田贤斗易涉堵遭到日本羽鞋竞赛16个月 重新复出后 仅用9个月就登上南单世界第一的宝座 陆光祖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尽管第一次与陶田贤斗交手 但并没有想象中差距那么大 还是有可能去追赶的 我感觉没有说想象中的差距这么大吧 我感觉还是有可能去追赶的吧 那自己还是需要再继续去努力吧 对于接下来的东京奥运积分赛 陆光祖也充满期待 他认为即将迎接第一次奥运积分周期 对自己来说是全新的挑战 即使没有获得参赛资格 也是重要的经验积累 从夏日做新一篮开始 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机会 也是一种新的挑战吧 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 这种一个周期的一个奥运积分赛 那可能就算自己可能下一季打不了 那也对以后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